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帮我化解谜团 走出困境 那时我无意中看过台长师傅看图腾的录像 其实我心里感动的 可是却没有行动给自己没时间的借口 心灵法门就这样擦肩而过 2014年12月 我一岁半的女儿 腹部一直肿胀 给医生看了 当时怀疑是肿瘤 敦墨让人措手不及的名词竟然落在我家门口 就在心里交税的当儿 脑海里很清晰的出现 心灵法门如台长 一个能看图腾 能治百病的人 就这样我想了解一下心灵法门 当晚我就找到心灵法门为难共修会 感恩当时度我的师兄 也感恩共修会里和我并肩作战的师兄们 在参与2015冰城法会和开示时 我还想半途拦戒台长师父帮我女儿看图腾 最后看着一个一个 比我更需要师父的苦众生 还有很多很多 想想还是安分守己向师父学习 在学习的过程 我也用了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 念经 许愿 放生 2015年1月 女儿第一次做手术 那时是在腋下装置一个化疗借拨器 是为了方便日后做化疗 风险方面我也不会言喻了 只能求助观世音菩萨妈妈保佑 手术期间 我就在手术室外狂念大悲咒 手术接试后 女儿从手术室推出来 我也吓了一跳 看上去哪有动手术的迹象啊 脸色还红润 我心里非常肯定和明白 那是菩萨慈悲加持了 更意外的事不套三十分钟的时间 竟然炒药喝奶了 不可思议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五天后 开始接受癌化疗 好 在医生的讲解下 我才完全明白 女儿患的是木肾中恶症 眼科的神经线也会不好 而且双肾也有肿瘤癌细胞 这样复杂的情况下 肯定存有一定的风险 毕竟不可以单单切除一个肾 要抄刀也得局部性切除 这时无论医生怎么讲解 我也只能点头回应了 就这样过了三个月的化疗 当中经历过发烧 紧急入院 输血 血指数不达标 等等等等的副作用考验 我都是求助观世音菩萨妈妈慈悲加持 2015年5月 医生告诉我女儿 肿瘤意志有扩大的现象 必须切除 而且是不知道切除哪一边 左右两边 医生各说各词 要到手术室 医生才自行决定 再次的不由自主的我 只能把一切托付给观世音菩萨妈妈 手术进行了五个小时 最后也在观世音菩萨妈妈的加持下 完成一个关键性的手术 切除了700公克的肿瘤 难以想象 一个8乘15公分的肿瘤 占据了两岁大的女儿体内的多少空间 手术全疫后 女儿开始走起路来了 之前可能肿瘤的障碍让她不能平衡走路 而且眼科也逐渐好了起来 直到一个月后要进行化疗时 发现借拨器不能运作 必须动手术取出再植入 这么小的小孩 怎么可以承受这么短的时间里 再次推入手术室 我简直是跪低了 此时有一个医生 说她来试试看 我就在边上一字 祈求诸位菩萨慈悲 一直念到南京菩萨时 那位医生说 乔政过来了 感恩观生菩萨 感恩诸位菩萨 女儿避开了一个劫 当时有个意念 我要设佛台 供奉菩萨 2015年农历 9月19日 观世音菩萨出家日 我家的佛台总算设好了 当时很多同修也来祝念 法喜充满 忙了一个上午 午饭后躺下来闭目眼神 多愈会儿仿佛听到 怎么还不起来采药啊 我赶紧去见一位 以康复的癌症末期患者 发现有一种草药 可以医症肿瘤 最后得知 那位有缘人也是 红埃尔菩萨的拓梦下 给他指引 才懂得用草药治疗 他的癌症 他也发愿 帮助更多需要的人 就在2015年 12月基隆波法会 我在观世音菩萨前 许愿次全数 两天后 医疗报告显示 女儿似乎没有癌细胞的中绩了 再次印证 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加持 后悔 怎么 自己不找一次全数 这样 可以化解 女儿的苦难了 认识心灵法门后 还有一个惊人的体会 那就是 我觉悟到 是女儿度我 不是我救女儿 他让我知道 业障轮回 因果报应 所以说 菩萨就在我们 大家的身边 诸二末座 好好 修心 学佛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诸位 佛菩萨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龙天护法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卧下 卢俊鸿师傅 大悲 fond とい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